大家好,我是居妈 前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种双色双面的起针方法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种 这种起完针以后 它几下是这样一行行辫子 特别的漂亮 而且呢,这次的织法呢 和前面的织法也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把这两根线搭在毛衣针上 线头这边的长度 它是我们起针需要宽度的三到四倍 接下来我们起针 我们把后面这两根线 从前面两根线的中间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 大拇指和食指把它撑开 大拇指这边形成一个线圈 从这个线圈里边 把食指设备的线拉过来 和我们长尾线起针的方法 它是一样的 接下来再把后面这两根线 从前面两根线的中间拉过来 大拇指和食指撑开 大拇指这边形成一个线圈 把食指设备的线 从这个线圈里边拉过来 后面就这样重复 把后面的两根线 从前面两根线的中间拉过来 这样起针 用长尾线起针的方法来起针 熟练了以后 我们的速度就能加快一点 起完针以后 它底下是这样一行辫子 特别的漂亮 我在这还指着几行 你看一面它是纯白色的 一面它是纯绿色的 如果想指这种两面都是纯色的 怎么指呢 还有我这指的这一块 它的两片是没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两片连接在一起怎么指 两片不连接在一起怎么指 我给大家都分享一下 如果两片不连接在一起 我们呢 就分开支 两根线分开支 就是白颜色的 织颜色的呢 织绿颜色的 就是刚开始这一针 我们弄线的时候 把这个中指放在 这个两根线的中间 这样分线的时候就好分了 把它支一个上针 支完以后呢 把这个两根线呢 都放在后面去 再把这个绿颜色的呢 支一个下针 就这样支 你看 这样分线就比较好分了 中指放在中间 这样实纸呢 取线的时候就好取了 如果你中指没放在中间以后 把这两根线弄在一起呢 你分线的时候不好分的 你就把中指 始终放在两根线的中间 这样取线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了 这就是一个小技巧 我也不大熟练 熟练了以后呢 速度就能加快一点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就是边上这一块呢 连在一起怎么支 这是最后一针 白颜色的它是最后一针 我们把最后这一针呢 如果两片连在一起 把最后这一针呢 要用两根线一起支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两片呢 就连在一起了 不连在一起就是 第一针呢 它是分开支的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都是分开支的 还有就是用这种双色 起针法 起完针以后 两面都支的是棋盘格 也就是两种颜色 混合着支的那种方块 那是怎么支的呢 下个视频 我专门给大家分享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